一说起信仪第一人,想必大家都会想到是詹姆斯,仍然就很有天赋的他,在将后天坚持不懈的努力,令他能一直保持着巅峰的状态,上个赛季在没帮手的情况下,他算领骑士进入总决赛便是最好的证明。 无可争议,他一直在打破前辈,满还有抓心着自己的各种记录,大家现在来聊一下张皇生涯单场40分以上的场数,他虽然不是一个投手,可却是个得分手,各种中投,突破让对手非常绝望,常常打出高得分的发挥,生涯15个赛季,他出战1143场比赛, 其中,有61场得分,是超过40分的,那如今处在巅峰的杜兰特,库里与哈登分别是有多少场呢? 布兰特是历史上其中一个最有天赋的球员,依靠他身高与融合的手感,他能在所有防守人面前轻松的得分,即便是詹狂防守他也是如此。 生涯11个赛季,出战其171场比赛,用11场比赛得分是大于40分的,因为去了勇士,他球群减少,高分比较少见,所以他这数据大部分,都是在零停的时候拿的。 哈登从屁股逆袭变成联盟的球星,最近几个赛季他都发挥出MVP级别的表现,他上个赛季当选了MVP,出防守有点差,进攻是没话说。 中投,突破,造霸归能力与三分都非常强,生涯9个赛季,出战687场比赛,其中,有49场最少40分,因为他在零停是打替补,所以能说他这数据基本是在火箭的。 道道,库里与哈登都是同届新秀,他身体素质虽是短板,可是他不依靠这个,他靠的是三分,他捏天的三分,只是在外线扔三分就能终结比赛。 生涯9个赛季,出战625场比赛,拿到30场最少40分,由于生涯初期受到伤病的困扰,他真正发挥好,是从12到13赛季, 只是说他这数据是最近六个赛季,拿到的。